美联储这两天公开了这份关于硅谷银行爆雷的内部备忘录 这份118页的文件 我刚读了让我大跌眼睛 有需要原文的朋友也可以在会员区里面找我要一下 简单的来说就是美联储内部开始狗咬狗了 华盛顿联储这个整体的监管组 在报院旧金山的美联储的前端银行监管组 以及包括鲍威尔在内的整个美联储的票委员 核心还是两点 第一就是我上次讲摩根大通CEO给股东信的时候 有提到过根据2019年的立法 美联储在2020年疫情开始以后 就允许银行把国债从监管要看的资本充足利益的计算中剔除 这导致了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大量购买国债 然后在加息的环境下造成了巨额的损失 而且美联储这几年给银行的压力测试里面 考虑了失业率提高资产价格下滑GDP下降 包括商业地产下跌40%等等原因 就是没有考虑加息的影响 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如果这点大家觉得还不算什么的话 那第二还有更劲爆的 他说早在2月14号的时候 华盛顿和坎萨斯的联储就已经提醒给美联储内部关于银行爆雷的风险 这份二月份的报告总共是11页 大家看已经很明确的把硅谷银行的风险就已经给提出来了 而且也还明确的给出了这个图很吓人的 就是高利率导致了银行整体投资里面的未实现损失的这个情况 这就是我们事后马后炮找到的关于三月银行爆雷的所有原因 人家在二月份就已经内部全部知道了 但是鲍威尔他们什么事都没做 还在提加息50个基点 大家说是不是很有问题 我看华尔街日报现在已经开始在报道这件事了 传声统立刻也开始在发推特说这件事了 估计每年图里面有人这次会背责的